2023年开年至今一个月时间里 香港富豪刘鸾雄就上了两次热搜 一次是1月3日 这一天 刘鸾雄现身召开了90分钟的记者会 在谈论爱 背叛与金钱这些主题时 还澄清了自己目前与前女友吕丽丽君并无任何关系 去年年底 媒体拍到他与吕丽丽君逛商场 并传言刘鸾雄要与其破镜重圆 另一次上热搜是1月30日 这一天 传出刘鸾雄要拍卖他的76只爱马仕包包的消息 这并不是刘鸾雄家族首次将自有藏品进行拍卖 不过重点是 这次拍卖的爱马仕包包 大家怎么看都眼熟 后来有媒体扒出说 好像都是刘鸾雄前女友吕丽丽君的 这一切的一切 除了招揽吃瓜群众围观豪门逆室 小洞高奢市场的一池春水外 似乎都与刘鸾雄股市狙击手这个名号无关 刘鸾雄现在的处境应该说比较微妙 过往大开大合的投资活动已经不再做了 还是在股市和投资中赚过大钱的人 显然也是很难沉下心来做非常辛苦的事业 所以下一步刘鸾雄怎么走还有待观察 这次香港富豪刘鸾雄是和他的爱马仕包一起登上了热搜 1月30日 刘鸾雄与苏富比拍卖行合作的收藏之道 刘鸾雄珍藏绝品手带第一部分网上专场开启 本次拍卖会上 刘鸾雄将拍卖77件顶级手带藏品 包括76只爱马仕和一只香奈儿 总价值超过1600万港元 拍卖所的收益将捐出作为慈善用途 苏富比官网显示 此色拍卖是亚洲史上最大型单一藏家手带拍卖 藏品中包括数量稀少的凯丽包 以及不同颜色和尺寸的薄金包 结为过去20年手带史上的重要限量版 值得一提的是 刘鸾雄是爱马仕骨灰及粉丝 收藏的包包高达1000多只 定于1月30日到2月9日进行拍卖的76只 只是其中一部分 第二部分将于今年7月举行 1月31日 很多人在网上围观刘鸾雄这场高奢秀的同时 关于奢侈品包的讨论热度也直线上升 有网友表示 我以为富豪不卑的包都扔了呢 原来他们也处理闲置 只不过人家玩的是高端闲鱼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刘鸾雄这样的富豪之外 部分普通老百姓也在考虑 利用奢侈品进行理财的可行性 新年来 随着大家经济实力的增强 对奢侈品的认知也从一个颇有距离感的名词 过渡到了具备高附加值的商品 奢侈品已不再是高净值人群专属 尤其在近期理财市场持续波动的情况下 许多用户以摩拳擦掌 试图通过购买大牌包的方式来实现财富增值 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一些具备保值和增值功能的名牌包 看着奢侈品高昂的价格 甚至还有人因为没有提前布局而追悔莫及 去年理财亏损的收益率 让我时常后悔当时没买个大牌包包 涨价速度拖拖跑赢基金的跌幅 回想起自己的投资经历 小何感叹道 投资不如买包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李廷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花了1.5万元入手了一只LV包包 拿回家里好好保养 三个月后以1.8万的价格转手 月收益率6.6% 我想不到什么样的理财产品能达到这样的收益率 但并非所有人如同李廷一样幸运 买包发烧有小成 再三呼吁大家一定要理性买包 我每次脑袋一热就买包 但处理闲置时才发现 每值包大概要亏损2000到6000元不等 即便是LV股值这样的大牌 差别也只是损失略少而已 指望二手倒卖涨价 除非运气好 买到了经典的大大大大爆款 分析师路遥证实了这一观点 虽然部分产品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 但这并不是奢侈品的真正属性 具备保值和增值功能的包 往往是限量款或是私人定制款 隐稀缺而宝贵才是其内核所在 至于平常款式的奢侈品包 则因为核心资产属性较弱 保值能力十分有限在现实生活中 想买到限量款包绝非一事 以爱马仕为例 如果想将一只限量款包收入囊中 首先要满足其配货要求 指品牌的捆绑销售 用户要购买服装 珠宝 鞋等其他产品 达到一定消费额度后 才可能拥有的购买资格 这样一套下来 大概需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据统计 本次刘鸾雄拍卖所得超过1600万港元 在普通人看来已然是天价 但如果对照他庞大的收藏王国 这些不过是小物件大物 从27岁起 刘鸾雄就偏爱收藏品 其中包括艺术品 家具 红酒等 总价值预估超过了200亿港币 比如高庚在塔西提岛的化作《清晨》 就是刘鸾雄当年以3920万美元的 历史添加买下的 刘鸾雄庞大收藏价值背后 是这个服饰大亨的另类投资官 出买收藏品时 刘鸾雄觉得无所谓 只要东西好 后来买得开心就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发现这些东西增值惊人 100万至200万元买入的一件瓷器 在几十年后 涨到4000万至5000万元一件 写字楼也涨不了这么多 刘鸾雄的眼光也确实毒辣 以他曾收藏后备拍卖的 唐三彩桃马为例 自2003年到2013年 这一对品项精美瓷器的拍卖价格 就从157.6万美元增至419.7万美元 十年时间 价格涨了200多万美元 也正是因为如此 刘鸾雄毫不掩饰自己将收藏 当作投资手段的心 他为自己各类艺术品投资沽的回报时 中国瓷器最少100倍 中国化10到20倍 西洋化5倍 随着投资年限长短而递减 大部分升至20至100倍 不过 最近两三年 刘鸾雄频频割爱 将四人珍藏的名画 夹酿 精品瓷器进行拍卖 这2020年就收获超10亿元 他有多爱收藏 就有多爱投资 从未受到系统性投资教育的刘鸾雄 显然是个喜欢另辟西定的投资客 总结 刘鸾雄几十年的投资生涯 协纵策略管理集团联合创始人黄立冲评价四个字 低息搞破 这种玩法不仅被刘鸾雄用在收藏品上 更在早期就为他挣的鼓坛狙击手的名号 刘鸾雄在1985年至1987年三年间 先后向香港赫赫有名的大家族生意能达科技 华人制业 中华煤气 以及香港大酒店四家上市公司发起挑战 这四家上市公司背后的家族 个个来头不小 赶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勇气 让了初出茅庐的他赚得名利双收 比如居今能达科技获利650万港元 中华煤气则让刘鸾雄进账3400万港元 香港大酒店一亿的收益更是高达1.36亿港元 不过除了华人制业和中华娱乐制业保留做上市期间外 其他公司大多都被刘鸾雄以高价 将股份卖回给了大股东 其中获益之大 常人难以想象 股市如此 地产也如此 尽管1986年入主华人制业后 刘鸾雄率领公司进军房地产市场 比如与保利集团等 在内地联合打造了北京丽京花园 以及北京西尔顿饭店 但由于刘鸾雄的身体状况变化 以及外部一些原因 华人制业逐渐脱实相续 由地产平台转向物业投资 证券投资等相同的配方 被刘鸾雄玩得风生水起 也是趁股市低迷失 刘鸾雄先后购买了很多优质资产 比如湾仔电脑城 上翘峰和香港当时最高的购物中心的湾 而北京 上海的很多项目 都是在十几年二十几年地价很低的时候买下的 成都项目地块也是七年前买下的 光是土地就已经涨了四 五倍了 刘鸾雄曾回忆说 就这样 刘鸾雄不仅躲过金融风暴 资产也实现逆势飞涨 他的个人身家从2007年之前的21亿美元 涨至2011年的65亿美元 到了2017年 刘鸾雄的身家变成了155亿美元 即便是在市场下行的2022年 服务部司香港富豪榜上 他依然身家137亿美元 位列全香港第六 这么多年来 刘鸾雄巨量身家的维系 光靠投资物业 收藏品等是不够的 他还收购处于危机中的企业股份 这种企业往往带有优质物业 当股票价值低于物业价值份额时 就可以通过私有化进行获利 物业在私有化成功后卖出去 回收的钱远高于私有化的成本 刘鸾雄不仅很喜欢将公司私有化 他像私有化的公司 也一定会有很多不动产 以黄丽冲1998年担任财务顾问的百父亲为例 刘鸾雄当年以非常低的价格 从破产的百父亲手里 买下了其持有的64.29%的广升行股份 2004年11月华人制业趁股市低迷时 和股东以每股1.25元私有化了广升行 广升行下面有不少物业 包括广升行大厦等优质资产博果 作为刘鸾雄的主要上市公司加投资平台 华人制业私有化之路走得并不顺畅 他的财富依然是雄厚 他的企业却面临挑战 从2019年开始 物业资产逐步从上市公司剥离后 华人制业的地产业务几乎没有增长 利润主要靠投资收益 其在手商业地产项目 也大多只有管理经营权 享有控制权的只有位于香港的下雪大厦 新委中心 广建贸易中心 宏图到一号 以及位于北京的东方国家大厦和北京西尔顿酒店 还有位于英国的三个项目 雪上加霜的是 华人制业在内方股以及债券的投资 近些年也遭遇滑铁炉 已曾让华人制业拿到19.5亿港元分红的恒大为例 2021年以来 恒大爆发流动性危机 股价一路下跌 华人制业多次出售其持有的恒大股票 同年11月底 华人制业公告称 假设所有余下恒大股份 将于2021年年底前售出 华人制业在入股恒大仪式上 亏损将超过百亿港元 内房股债券的投资也伤了刘兰雄的心 根据2021半年报 华人制业合计持有27支债券 涉及恒大集团 夹照业集团 中粮控股等 这一年上半年 持有债券给华人制业 带来3.09亿港元的未变现亏损 在一连串失利后 刘兰雄妻子陈凯运 华人制业新的掌舵人 也在2021年祭出大招 比如倚送员工房子 股份等来挽留公司 但这最终没能让华人制业的业绩 实现逆转 就在这家老店走到99个年头的2021年 甘比试图通过私有化方案进行回血 寻求退市的原因是 股票交易流通量低 加之业绩持续下滑 股价便宜之时散户可能觉得值得 便积极买入 但对刘兰雄这样的资本猎手来说 这是最容易狙击的天赐良机 只要少量的资金 就可以在市场吸纳一些华人制业股票 然后提出购回所有股本 这一杠杆收购技巧 是刘兰雄最为擅长的 早年间 在刘兰雄实控华人制业的1989年和1991年 他就两次提出私有化 每一次提出私有化方案背后 是刘兰雄出价低于公司当时每股资产净值的事实 这也是甘迪掌控华人制业时的特色 以华人制业2021年10月初披露的私有化方案为例 方案中提到 华人制业计划以每股4港元 回购公开市场约25%的公众持股 总代价约19.08亿港元 这份私有化方案的回购价格 略高于华人制业当时股价 但较六月底时每股资产净值的12.99港元 折让近期程 据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1月28日 华人制业一次实际控制人为陈凯曰 刘仲学刘鸾兄儿子 刘秀华刘鸾兄女儿 股权架构显示 华人制业顶层控股股东 Solar Bread该实体是陈凯曰控制的一支信托基金 据财新报道 华人制业的股票 均登记在刘鸾兄未成年的子女名下 陈凯曰是子女的信托人 如果完成私有化 Solar Bread将全资持有华人制业 所有股份都将由陈凯曰控制 不过这次大部分股东仍没有买账 华人制业2021年12月17日 召开计划会议及股东特别大会 就私有化一案表决 出席股东共有74人 只有10人赞成计划 64人反对 这也就意味着 这起表决 有超8成的股东投了反对票 这一次是私有化的最佳时机 业绩差 估值低 只可惜错过了 时至今日 华人制业该何去何通 未来做的是被动投资 他会逐步出售手上的物业 把现金回收 然后再采用利息分派的形式给股东 随着业务和物业的出售 华人制业会越来越变成一家 以持有现金为主的公司资本的流转 从来不会因一个人 一家企业而停下脚步 刘鸾雄却因为一个人而罕见发声 在1月3日的90分钟记者会上 刘鸾雄谈的是钱事和情事 并没有谈投资 也没有提他的商业 这一刻70多岁的刘鸾雄 唯一的心愿就是放过我吧 我现在就想安安静静过点小日子 如今 华人制业一过百岁生日之际 尽管因76只爱马仕包包 刘鸾雄又一次登上热搜 但那些轰轰烈烈的大日子 他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请留下你的观点 感谢关注